科举考试分四级 不是一年一次 理论上应该是三年一次 院士 重视的称为秀才 院士 凡是考中了的 小孩五岁 进学 读书 五岁 进学读书 没有毕业那一说 考中了秀才 相当于小学毕业 六岁考中 六岁小学毕业 七十岁考中 七十岁小学毕业 范进五罗了 他是先种了秀才 他种秀才就五罗 红秀全一辈子没中 所以人造反了 一辈子小学都没毕业 就写那字那诗 他又能种了秀才 证明大清太腐败了 他没种证明大清 还不可腐坏 是吧 还不可腐败 他要种个秀才 在清朝做了官 那第一摊就不是和称了 肯定就是他了 是吧 所以你想 这个反正你院士种的 叫秀才 秀才 可以去参加 湘氏 湘氏在 明清两朝 就省一级的来 来主持 那 乡氏中了之后 第一 被称为什么呢 举人 举人的第一名叫 谢元 叫谢元 唐伯虎 唐谢元 那就是举人第一名 乡氏第一名 乡氏完了 礼部主持 会氏 礼部主持会氏 会考 会考 会考那是高二 那是高二 康有为在北京参加会考 康有为哪中学呢 参加会考 会氏 礼部主持 这个是省 这个是部 这个是部 这个 省级的 这个是部级的 会氏 这个凡是考中的 都被称为共氏 共氏 第一名就是会员 会员 果真 第一名 然后所有的共识 来 去参加电视 所有的共识都要去 你只要考中了共识 就可以去参加电视 电视有天子亲自考 亲自考 这个共识去参加电视 都能中 没有不中的 就是把这共识分成 一二三甲 第一甲 就仨人 就仨人 这三甲 都叫近视 第一甲 近视极地 就仨人 状元 榜元 榜眼 探花 就仨人 所以第一名叫 状元 第一甲 近视极地 就仨 第二甲 近视出身 若干 第三甲 同近视出身 同近视出身 所以这个 分这么三甲 分这么三甲 你只要中了这个 近视 一般就可以 就是说 受官了 一般就是七八品的官 你要一向一状元 一般就受汉林院的 编修 修转 检讨 就这些官 在清朝 一品大员 死了之后 可以请示号 请示号 这个 示号呢 最高等级的叫文正 曾国藩 曾文正 整个清朝 是这个号的 就八个 李鸿章 林则徐 是文中 是文中 凡是文什么 这个示号的 一定的是汉林院出身 汉林院出身